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咱们继续神偷宝宝2双周目玩法 这里是游戏的二周目 也是游戏的最后一章 那这期的话是17到18关的攻略 人物的话我们采用的是绿色鲍宝 那距离这一章还剩下最后两关 那么通关之后 咱们绿色鲍宝的整体二周目流程全部通关了 那这次这关任务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打法 我们可以不采用把这个幽灵给它引到上边 如果引到上边的话是比较不容易打的 在后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迅猛突击 那前面还是需要来收集物品 你看这里边都非常诡异啊 这些雕像的头竟然全部跟着我们转了起来 而下方这个雕像竟然没有头 而整体的话还是比较诡异 它的这个石像头被放在这个大棍旁边 这里有一个老太太在这里兼主魔药 而整体的话是用一个紫色氛围来进行一个渲染 那这不好 被它发现了 我们赶紧走 那么本关的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一个顺级加速 但其实这个绿色鲍宝的速度跟监狱鲍宝是一样的 并没有太大提升 在这准备好 我们拿一个加速 直接冲到里面 因为这个幽灵会在门阵内卡一下 漂亮 成功收集 是一个遥控汽车 它被幽灵附体了 自己活了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收集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文 这个地毯熊皮有点意思 它怎么回事 咱们试一下 它竟然跟着我们转 这也太诡异了 什么情况 我去 咱们现在已经屏幕开始出现了一些异样了 我爆裹要被吸到里面了 不好不好 咱们这么转肯定是不行的 你看现在整个屏幕 我去 这也太诡异了 咱们赶紧反转 反转应该可以回来 回来了 好像回来了 这个房间简直太诡异了 千万不能逗留 咱们还是把设置给它归到原位 一般这种情况 咱们不要改变任何东西 赶紧走 咱们静悄悄的走 你看这个熊皮 这个熊头竟然还在注视着我们 它回去了 这个也太吓人了吧 这一关 赶快走 这个鲍博天生胆小 虽然是一名小偷 有着过意的技术 但本身的胆量比较小 因为它并不是强盗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它会被这个避夫所挟持 在之前 好 咱们来到18关 而整场呢 这个游戏的场景 可以看到 都是有这些难关头 还有一些比较诡异的房子 这一关的话 其实跟上一关差不多 我们可以以迅速突击来打 但其实这一关 如果你不迅速突击的话 你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就算完成 你东西也是收集不全 起初来到下边 这里这个保安 仿佛被鬼怪控制了一样 它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奔跑 在这个房间进行巡逻 而右边这个大锅 好像有什么异常 咱们可以过后 重新来到这探索一番 那可以看到 上面是我们要收集的物别 是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 但它肯定是被幽灵附体了 因为它会自己移动 这个老太太拿了赶面杖 在这进行一个快速飞奔 我们走到这个房间 这是一个浴室 这个浴盆的话 做的还是比较逗的 有一个包围 然后等这个老太太上来 咱们再出来 它外边好像有一个巫术的帽子 反正整体的还是比较奇怪 重点来了 咱们在这快速出门 跑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撞到墙上 这个时候可以把它给逼回到原来的房间 逼迫它进入到最开始的位置 是一个帽子被控制了 那这个老太太出来观察一下 也是没问题的 它是不会看到我们的 这个鲍勃还是比较小 又变成了这个伪装 而左边也是非常诡异 有一架钢琴 处在这里 拿着东西我们就可以走了 游戏依然是五星加评价 这没什么说的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游戏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